女人想你了最爱说的五句话,男人不懂会伤了她的心。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之后,你会常常想起她,越是想她就越爱她,越是爱她,对她的想念就越发浓烈,如此无限的循环根本停不下来。 在恋爱时期,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一直黏着对方,但是也生怕对方会觉得自己很烦,于是女人会说这四句话来表示自己很想她,男人不得不知道。 第一,你在干嘛呢?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,但是却包含了很多意义,其实是女人想你了,她想跟你说说话,但她又不知道说什么好,主要是想听你的声音,于是她就会问这些很平常琐碎的事情。 她想知道你在做什么,想知道你有没有吃饭,这时候如果情商高的男人,他一定会说我在想你呀,男人只要说了这样简单的五个字,就可以让女人很兴奋,很甜蜜,开心一天。 第二,我现在真的好无聊呀,你可以陪我一起玩吗? 恋爱中的女人都是非常需要男友陪伴的,没有男人陪在身边,女人会感到患得患失。 如果女人给你发消息,或打电话说就我一个人待在家,真的好无聊呀,都快闷死了,整个家里都空荡荡的,没有人陪我一起玩,你可以过来陪我一起玩吗? 所以女人要是这样说的话,那就是想你了,想让你陪在她的身边,这时你可不要不知道里面包含的意思,可不要伤了她的心。 第三,你在哪里呀? 如果女人发消息,或打电话问你在哪里,其实除了字面意思,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你在哪里呀,我好想你。 只不过女人比较矜持,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想念,只说前面的一半,后面一半没有说出口,问你在哪里,是因为她很想你,想要去找你,很想见到你,和你在一块,男人一定要明白这个暗示。 聪明的男人一定会这样说,亲爱的,我在哪哪,我很快就回来见你哦,这样的回答的话,会让女人很开心,她会有一种幸福甜蜜的感觉。 第四,我好害怕,女人的胆子一般比较小,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,也会吓到她,于是她会打电话给她的男友,跟对方说自己害怕,其实她主要是想你了,想要你陪在她的身边,也许你有时间,没法立刻来到她的身边陪她,但是也没关系,真心爱她的男人,应该这样回答她,亲爱的,不要害怕,有我在呢。 所以这样说的话,即使你不能来到她的身边,也能向她传达温暖,让女人感到很安心,不会那么害怕。 第五,你现在有空吗,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一下,如果女人给你发消息,或者打电话,让你过去帮她,比如她跟你说,她房间的灯泡坏了,可她够不着,想让你帮她换一下灯泡,或者她家雪龙头坏了,想让你帮她修一下,或者是其他东西,总之她一个人在家,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,那么这时你要明白,其实她向你求助只是一个借口,除了让你帮她,她主要的目的是见到你,跟你一起待一会儿,她真的非常想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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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